有民眾近日行經雪山隧道 剛好遇到救護車 其中有駕駛變換車道 但當下並沒有塞車與牽車 也有保持一段距離 但開在隧道裡 到底該怎麼離讓救護車先行 常常隧道裡突然傳來 響亮的救護車名 車輛駕駛可能會苦惱一下 到底該向左切還是向右切 雪山隧道平日假日 車流量差異大 假日隧道塞滿滿 平日就比較空曠 許多民眾不太曉得在隧道裡 應該怎麼避讓救護車 又怕耽誤黃金救援時間 就是會很緊張 然後會看前面跟後面車 會有什麼做法 然後就跟著他們一起坐 就是說車子要往旁邊兩邊靠 然後救護車就可以從中間過 多數民眾會觀察前後車輛 跟著照做 而一旦遇到擁塞情況 警方也說明 左側車道車輛靠左 右側車道車輛靠右 讓出中間空間給救護車通行 如果隧道內車流量不多 在車流順暢的時候 正常行駛情況下 避免與零車並排行事 讓出空間 確保救護車輛 可以迅速通過即刻 其實只要符合緊急避難行為 記住避讓時間消防車號 收到罰單後 就可以提起申訴依法 可以免發 TVBS新聞檢大成 何可言宜蘭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民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 TVBS大運動家